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回到乡城说事 我是Simon 上几集和大家说了 九龙寨城的前世和今生 有观众就会说 很想知道九龙寨城 一个鬼妈妈煮饭的都市传说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今天就和大家说 这个都市传说是真还是假 先来买个公告 我们Facebook 和 IG 都会定期更新 不同有关香港历史的文章 如果有兴趣的就记得跟随吧 说起鬼妈妈煮饭的都市传说 相信可能很多观众 都有听过其他YouTuber 或者在网上听过他们的故事 我们就长话短说 简单地说一下故事的经过 因为这个都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菜 传闻在八十年代初期 当时九龙城寨里 还未拆除的某一个夏天 城寨里的某栋楼 传出了一些恶臭味 由于城寨里的环境 本来就是很恶劣的了 里面的鱼蛋工厂 经常都会传来阵阵的臭味 据说当年的鱼蛋和鱼片 全部都是用死鱼来制造的 所以连续几个星期 都没有人会理的 就算很臭 一直到八月 来自某栋大厦四楼的一个单位 传出了很大阵强烈的臭味 味道相当难顶 最后有房客 真的忍不住恶臭 就报警了 警员于是就到场调查了 当警员去到四楼事发单位的时候 已经很肯定恶臭是来自里面的了 警员很大力敲门 但一直都没有人来门 这个时候的警察 根据他们过往的经验 都挺肯定里面一定有人死了 在恶臭之中 竟然传来了阵阵的饭香 夹杂着腊肠的香味 警员认定里面一定有人住 所以就继续敲门 最后终于有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女儿 离开门了 毒里面立即涌出了极度恶臭 一个警员当场吐得出彩 而另一个警员就问小女儿 家里有没有其他大人 小女孩就回答他 妈妈身体不太舒服 在房间休息 女孩随即开门给两个警员入屋 进入小小房间后 警员一看 就看到全身发黑 还流出湿水的女尸 躺在床上 屋里面有两个小女孩 除了开门的女孩之外 还有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女孩 在做功课 两个人似乎都无视了我里面的恶臭 和那条尸体 开门的女孩更加说 妈妈说她不舒服 叫我们自己吃完饭就去上学了 竟然在厨房 发现了刚刚煮好的立腸蒸饭 就问小女孩究竟是谁做的呢 那女孩竟然回答是妈妈做的 刚刚做好之后 妈妈就转身回到房间休息了 过了没多久就听到你们警察叔叔来敲门 两姐妹最后被安置在一个慈善团体 期间从来都没有亲友来过探望她们 那究竟是谁照顾这两个小姐妹呢 听完上述的故事 我们会感受到无恶的偉大 妈妈就算死了 都会煮饭给她们的子女吃 那假如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 会不会解释到这件事又解不解得通呢 在心理学上来说 有一种叫做心理防御机制 这个机制是自我受到超我 本我和外部世界的压力的时候 自我发展出来的一种机能 即是用一些方法去调解 缓和冲突对自身的威胁 再用我们这些很表面很小而科的知识 即是说多一点 所谓的本我 其实就是不想妈妈死 心里面理解到 我们知道人死不能复生 但是一个这么小的年纪的小孩 究竟有没有这个概念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自我们出生开始 我们都会知道 妈妈是疼我们 关心我们的 作为一个未成年的个体 我们想和妈妈一起 所以我们在意识上 是不想或者不希望 接受妈妈的死 这个女孩应该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思考在一个角度 是有可能 半师这件事是一个求爱的本能 而我们觉得这件事上面 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心理防御机制 Self-Defend Mechanism 当我们心里面 知道自己未必接受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会触发这个机制去保护自己 那这件事上面 会不会在这个小朋友 看到妈妈死了 或者知道妈妈不动的时候 发觉有点奇怪 但是又说不出有什么奇怪呢 于是就自己做一些幻想出来 和做一些投射出来 告诉自己 有人继续在照顾自己 让自己可以继续过往日的生活 那个年代的小朋友 其实都应该懂得煮饭了 试想像当时两个妹妹 最大的只有六七岁 而另一个就再年纪小一点 在他们知道妈妈离开的时候 心里面一定都很难过 而这个时候 小朋友的心理防御机制就打开了 在他们半师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们自己煮饭给自己吃 但是由于妈妈离开的负面情绪 他们心里面就变成了 幻想他们煮的饭都是妈妈煮的 因此就有了这个故事的发生 但是由于我们真的不是读心理学 所以这个想法 都只是我们很大胆的推测 那究竟这个故事是真还是假呢 其实要知道这个故事真还是假 只需要去Google搜索一下 究竟以往的记录就知道了 根据我们发现这篇文章 在1980至2010这段时间 其实都是找不到这个故事的 这个故事最早出现的时间 在2011年的东周刊 而这份报纸的内容 其实都不是新闻来的 只是放在网页玄机灵异区里面 因此我们可以推论 这个都只是一个单纯的鬼故事而已 那究竟在历史上 有没有这件事发生过 或者有没有类似的事件呢 在我们追查旧报纸的时候 看到大公报在1988年10月13日 有一宗很类似的报导 而我们相信事件的源头 很有可能就是来自这儿了 不如我们又看看这份报纸说什么吧 三岁女童 早夜叛无尸 三日无尽食 作此获救 子女不知无意死 又不是低语 妈妈睡着了 10月12日 九龙寨城发现了一宗人间惨剧 事件发生在九龙寨城龙津路44至46号 龙津楼12楼 一名丧夫多个月的女人 日前在家中自杀身亡 留下了一个三岁大的女儿 而这个女儿都未知妈妈已经死了 所以三日三夜 伴着妈妈的遗体 没有吃到饭 直到遗体发臭 才被邻居发现 小女孩被发现的时候 面无血色 但都还算健康 送院检查之后 证实无什么大碍 吸口就由社会福利署 送入捕园儿童院暂时照顾 警方就将这件事 这为自杀案处理了 这个地方原先是一家三口的家庭 南户主是市政总署的清洁工人 几年前回乡下娶老婆 生了个女儿 其后两母女获准来到香港 和爸爸一起住 但好境不常 爸爸患上肝癌 药石无灵 终于在九月左右 死了 扔下了妻儿和三岁大的女儿 妻子本身都已经患有烤喘病和智气管炎 中日都要若不离生 丈夫死了后就失去了依靠 母女生活陷入困境 事发前一段日子 邻居到已不见两母女出入了 间中会听到单位传出 小女儿叫妈妈的声音 但一直都没有人理 事发前一天的早上 邻居开始闻到臭味 去到上午8点左右 邻居一位男住客 听到单位传出女童的哭声 觉得有点可疑 于是便拍门 拍了一会儿 三岁大的女儿 终于来开门了 而随着大门的打开 一股臭味即刻涌出 但大门被防导链锁住了 男住客由门障望入屋 立刻吓了一跳 竟然见到女童的妈妈沉溼在地上 身体已经发脏和发臭了 于是男住客便立刻报警 之后便由消防员破门而入 救出女孩 女孩被救出时 由于多日都没有吃饭 面色非常瘡白 但她都未知妈妈已经死了 不时还小小声地说 妈妈睡着了 听到旁边的人非常心酸 警方期后调查发现了一些药物 而该女死者表面也没有明显伤痕 经调查后 认为都是无可疑的 相信女死者是自杀 并且死了大约三天 而女孩就由社会福利署照顾 并且设法联络女孩在香港其他家人 用来研究女孩的照顾问题 我们相信宅城鬼妈妈的传说 就有可能是这篇报道隐身而成 因为两个事情的事件和时间 都是在宅城仍然存在的时候 地点当然是宅城 而角色同样都是妈妈和女孩 故事由一个女孩变成两个女孩 而所谓的纳尾饭或饭香 当然都没有出现过 故事出现的原因 反而就证明了九龙寨城 真的是一个非常混乱 加上治安差的地方 所谓的治安差 当然就是人死了这么多天 都没有被人发现 也都间接证实了 虽然八九十年来的香港 未及现在的发达 但是社会上都会出现这些 丈夫去世 导致妻儿生活无依的情况 相信今天的香港未必会发生 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纵门的出现 但是故事的出现 当然是因为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对于宅城仍然有很多很多的迷思 大家都幻想着宅城里有多么混乱 以及在里面生活的人 究竟是怎样觉得这么艰苦呢 而坊间亦都有人说 认识鬼妈妈故事中的一对姐妹 究竟故事又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推论都是根据过往的报纸 而做推测 也都欢迎观众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有意思的话 记得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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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t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